顾乘客的安全 南投中心新村热闹滚滚 有九所来自山区或都市的学校 要进行一场森巴谷的竞赛游行 其中南投山区学校的小朋友真的非常有特色 他们融合了原住民文化展现活力 南投县长李朝青换上华丽的服装 跟着巴西来的女舞者大跳热情森巴 原住民小朋友打起森巴鼓动感十足 来自仁爱乡的平静国小 一身红色赛德克传统服饰十分抢眼 让围观民众看得目不转睛 小朋友都很有活力 就感觉说真的很精彩 还蛮不错的 让其他小朋友看一下说原住民的舞蹈 还有不同的文化 很好 南投现和梦想社区文教基金会 共同举办森巴舞竞赛 场面盛大 舞蹈配上打鼓声振奋人心 欢乐气氛感染现场每个人 连李朝青也加入游行行列 让我们这些小孩可以来换森巴舞 同时我们也把这个地方的特色 让我们来关注民文化 来融入森巴舞的文化 大火大厦花车绕着中心新村游行 和民众一起感受嘉年华的魅力 虽然森巴谷来自南美洲巴西 但强烈的节奏和原住民战舞的舞步巧妙结合 呈现出独树一格的节庆特色 三连星吴坤宇南投报导